在原博院澳门园附近水域 洛宇山已经悄悄褪去青绿 换上了一身红色的新装 围绕水面生长的洛宇山 或红艳 或生鹤 黑水漆 绿头鸭在湖面嬉戏 这样的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这是很漂亮的事情才醒在这里啊 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来这边看过了 上抖音搜到了 主要是过来看它 很美 记者了解到 在原博院里共有1300多株洛宇山 分布在澳门园 海洋岛 信林阁等处 其中 澳门园是最佳观赏点 这里的洛宇山种植在湿地里 与湖面交相辉映 在冬季观赏洛宇山 也成了不少厦门人的仪式感 在南湖公园的洛宇山林下 刚领取结婚证的韩先生和妻子 就在红彤彤的树影下 留下了他们的爱情印记 据介绍 洛宇山是一种落叶桥木 叶片调形对生 像羽毛一样美丽 每到秋冬季 它的叶片 就会随温度变冷而红弱彩霞 运染出浪漫的意境 除了袁博院和南湖公园 最近在我市的山海健康步道 临海线 五元湾湿地公园等地 都能欣赏到洛宇山的别样色彩 本台记者报道